看了萌探探探案后,黑转粉大呼根本停不下来,观点至圣这档综艺节目确实很精彩分成,在制作上非常认真,以前看了综艺节目的小伙伴们应当都了解,每一次的主题风格全是经典的电视剧,特邀嘉宾们在造型设计上面较大水平的复原, 而在全新的路透社中,他们换掉了学生校服,可以以唱跳超级偶像的真实身份成名出道,在外观设计上毫无疑问比一般人强,而宋亚轩的长相也很高,在这种无产品精修路透社图上,他都很好地扛住了摄像镜头,本次路透社图爆出后,许多观众们在见到宋亚轩穿着学生校服那一服护眼的模样后表明早已迫不及待地要想追赶这一次综艺节目的全片,坚信, 他也会不负众望地展现很多精彩分成的内容,仅仅当每一个人都对宋亚轩在路透社图上的那类整洁清爽气场被加称赞时, 却又出现意外的发生在视频录制当场的刘耀文,可以添加综艺节目视频录制的刘耀文,确实让粉丝达满了期望值, 这除开自身对他特别感兴趣外,也是由于在综艺节目中见到他与宋亚轩在一块互动交流, 那时候X9少年团中宋亚轩和刘耀文中间的关联非常非常好, 两个人常常一块做买卖,如今能在这里当综艺节目中演一场, 希望着他们俩产生的意外惊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